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線上的師長 然後各位現場的師長 大家午安 午安 大家非常開心 看到我這麼多的師長 來參加今天的校長續任 校務發展說明會 就代表大家都對我們國北交大的 這個校務發展都非常關心 非常的想要積極的認識 非常開心 那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邀請校長來說明 未來校務發展的一些規劃 那現在就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國立台的高雄 謝謝 感謝主持人 以及各位現場 及現場的各位師長 各位同仁 各位先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針對 校務發展規劃做一個說明 四年前一樣的場景 但是不一樣的目的 四年前也是在這裡 我們舉辦新任校長的一個選舉 那各位同仁應該知道 我們在2005年轉型成中和大學以後 我們大概有60%的非私北生 他們的就業跟創業 在這個高校競爭的洪流裡面 以及特別是少子化 而且最近的幾年的COVID-19疫情的影響 我們怎麼突破這些困境 這就非常重要 在四年前 感謝各位市長 對慶和的相信 慶和提出666創新發展計畫 得到各位的相信跟肯定 但是規劃能力不等於執行 跟管制的能力 以為效法 除了教學 研究 服務的能力 他的行政能力要特別重視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 跟各位一起夥伴共同 跟系統一起往正向的方向前進 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 各位市長 這三年來 各位同仁 我們一起努力來奮鬥 今天是我校長任期的一個期中考 我們要來看看 跟大家一起來解釋 我們的執行能力 我們過去三年來 一起努力奮鬥的一個績效 是不是有必要再往上提升 或是往前邁進 那也來跟各位溝通一下 我們未來應該要往哪一個方向 再繼續的進行 再一次的感謝各位 在四年前相信庆 在我做校發展規劃報告之前 我們是不是容許我們 來看一支小的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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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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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同仁讓這個影片來播放 那我相信我有能力 而且有信心再度的接受大家委託 我們朝向永續發展的方向來前進 接下來我要針對效果發展的規劃內容 做一個重點式的說明 那各位可以在校長續任專區可以看得到 我大概準備了340頁的一個效果說明書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參與裡面的內容 那今天的情報 投影片也大概有150、5、60頁 所以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全部來說明 但容許我重點的來說明 那今天主要就這五個部分來做一個說明 首先是自校理念願景跟承諾 那我們會主要著重在先任期下的說明 來跟各位同仁來解釋一下 我們是不是依照進和當初的承諾 以及我們大家的期待是不是一一做到 那最後我們會針對未來的效果發展規劃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都知道永續發展這個名詞非常非常重要 不論國家、組織還有機構 特別是我們學校 每一個學校都在追求永續發展 那要怎麼真正的永續發展呢 聯絡國在1987年第42屆的世界環境與發展會議 提出了一份報告書 我們的共同未來 裡面首度針對永續發展做了一個定義 大概意思是這樣 希望我們在追求當代我們人類的永續發展 也就是滿足他們的基本的需求跟願望的同時 我們要確保後代子孫的追求發展的機會 所以在四年前 慶和就是以這樣的精神跟原則 希望跟大家一起來 讓國比教大能正創新發展永續國培 都是秉持著這樣概念 讓我們這一代教職員工生的追求 不論在社會、環境、經濟面 以及制度面朝向永續發展前進 但是我們不能減損什麼 我們未來年輕的教職員工 還有我們的學生 追求他永續發展的時候 所需要的經濟資源、環境資源、社會資源 他的發展機會 所以因此我們現在所有滿足各系所 或行政單位的相關的設備空間 我們都是在不花我們效务基金的錢底下 來讓大家的願望跟需求 還有讓我們學生能安心就學 未來能就業跟創業 所以在四年前 進而就用系統思維跟結尾管理的方法 跟觀念定出的6665創新 永續發展計畫 我們從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能主要組成 我們的教職員工生、行政單位 我們相關的單位 我們進行項目的一個核心作業系統的評估 主要我們有五大作業核心系統 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做一個評估 我們評估出來 我們有六大關鍵課題要面對 如果可以解決這六大關鍵課題 我們有機會 追求我們經濟、社會、環境 制度面向的整體之下 讓我們能夠交到真正的 往永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這個同時伴隨 我們也會對社會、國家的永續發展 做一個貢獻 那我們的六大關鍵課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在六四年前已經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今天少此話 我們的適培生的就已經變得非常少非常少 那我以為我們怎樣 讓你們變成適培的新男孩 也就是希望學生的具備素養挑戰 跨越教學的能力要提升 教學實務的能力 雙魚教學能力 以及多元專長的教學能力等等 都要提升 我們所有目的支援一個 希望讓教徵的通過率 以及教解的通過率跟教徵的入取率可以提升 那在教學方面呢 我們必須要讓學生具備 接軌社會跟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讓他們具備就業跟創業實務能力 跨越創新的能力跟合宿素養 特別是能工智慧以及關鍵的科技力 跟英文的能力 他這樣才有辦法順利的就業跟創業 在研究方面也是一樣 我們首先提出了 教學研究服務三位一體的一個循環的一個 培育模式 讓學生除了在老師的授課 我們藉由相關中心的成立 來提升他的實務研究能力 在社會責任的善進的過程當中 讓學生知道 他未來要善進公民的社會責任 這個三個反除修煉 來達到他未來就業 還有創業的順利 那在校園有趣的方面 現在所有大學都要參加有趣的 我們去校園的評評 包括柏內外 那我們過去比較少 所以我們面臨的課題是什麼 制度面我們要去強化法規 跟相關的也有制度 來提升教學研究服務行政 還有品牌 五大合金作業系統 等一個運作跡象 最終的目的是企圖 希望促進我們經濟社會環境 連續面向的有趣 我們在經濟面 一定要做到四年前我的承諾 一定要做到什麼 有效的開源解流 校產活化健全財務 不要包到校園基金 來開發相關的一個軟體設施 那在社會方面 我們要強化對我們在座 線上的各位教職員工 升任一個完整的照顧 另外環境面 我們應該要去承諾 對我們的環境 要一個完善的管理制度 讓我們的環保 防災 我們要變成一個任性的國品 來提升我們整個校園永續性 在品牌方面 我們過去有一定的品牌 但是整個高校競爭的洪流之下 我們必須要我們的招生特色 國際化 國內外品牌要提升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前面 五大巷的一個績效 來強化我們的招生特色 吸引國內外優秀學生 就來強化國際交流 建構本校的國際環境 讓我們的國內外的特色品牌得以建議 因此 建合當初提出來了五大支校裡面 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聚焦在學生 為了他的發展為導向 來推動所有的校園 第二個就是 要把我們既有的傳統跟 創新要整合人合 再來就是 我們過去校跟系 是沒有辦法共和一個夥伴精神 我們這個要來改善 另外我們要建構我們學校成為一個健康 任何的永續校 讓我們學校最後能夠創永續發展 並且提出了666創新 永續發展企劃 也就是說 希望建構本校成為 教育創新 失陪領埃 也就是我們希望繼續成為 失陪領頭 另外我們希望成為 一個專業化一個創新學 產延趨勢的研發基地 我們希望建構本校成為 社會發展正向的一個 社會發展重症 另外 讓我們健康任何的永續校 能實現 最後 中整這些能量 讓我們學校成為一個 教育 藝文 數理科技 整合 創新的特色大學 那我們從這個圖可以看 我們六大組願景 六大組目標 當這個六大願景 六大組目標實現的時候 我們伴隨也會達成 我們SDGs的十二個目標 希望對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 也盡一份心力 因此 我在四年前 就已經承諾了 我要跟各位 攜手自律達成這個六大願景的 達成 希望我們學向真正的永續 那接下來 我要針對 我們當初規劃了 六大願景 裡面的六大組目標 還有相關的目標 相關的策略 那我還是要再跟各位同仁再說一次 我等一下會用重點式的跟各位說明 那我們會聚焦在 現有的績效來做交流 大家從這個圖可以看出來 我們希望達到這個願景 希望達到這個總目標 我們是藉由這個十個目標 這是私培 我們最重視的私培 我們去界定了十個目標 界定了三四十個策略 這是我們主要的策略 在這些策略 橫向的斜坑 做五項的深化 來推動以後 我們希望達成這樣的目標 來讓私之生 具備哪些能力呢 屬於導向 跨越教學等等的能力 最後他的教真 教簡 教簡的 通路率 入取率 教真入取率 而且提升我們教授的 教學研究 服務的能力 來達成 強化私生的跨越創新 經濟私生的研究服務能力 鏈結 讓學生的實務鏈結能力 可以提升 最後開創我們私培的新玩海 第二個大目標就是我們教學 一樣 我們希望建構九個目標 去達成這個總目標 以及讓願景能實現 同時可以達成SDG四個目標 包括優子 優子教育的 那一樣我們有同樣的策略 也是希望學生建構具備這樣的能力 以及教授提升的教學 研究服務的能力 那在第三個目標的規劃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一樣 我們希望讓學校變成 產年趨勢的研發基地 最後能達成精進研發 學研整合 鏈結就業 創新創業 那就要靠這個 新個目標的定定 這些主要策略的推動 整合 來讓這個總目標 跟我們的願景能力 可以達成 以及五個SDG目標的實現 那再來第四個是 社會服務正向發展 整合推廣 一個善盡責任的部分 一樣有九個目標的定定 我們十幾個主要策略的一個設定跟推動 那在生化 縱向的生化跟形象的協同以後 我們目前三年來已經有很好的氣象 那同時SDG也會達成 那在校園永續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來看 我們有總共定了九個目標 包括制度面的 環境面的 社會面的 經濟面的 一個九大目標 以及相關的一個執行策略 那同時也可以達成SDG的六個目標 那再來 最後一個部分是 我們希望變成教育藝文理展合 教育藝文理術語科技展合 創新的特色大學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定了六八個目標 有十幾個主要策略 那學校現在也正正的 往這個方向來前進 這個都是要歸功於各位師長 各位同盟的奇心協議 那以上是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四年前規劃的一個願景 總目標 目標 策略 那是不是真的能達到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 我們也是從第一個願景來 跟各位說明 就是希望我們學校 變成師培的龍頭 開創師之生的新男孩 我們也沒有做到 那最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有三個圖 第一個是實線圖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有學生進來 所以我們有一些策略 有一些目標 要持續的推動 所以這個實線的部分 實線的部分是 就是已經在現任已經執行了 在續任還是會持續推動 那有一個虛線很像初的部分 就是說 現任已經推動了一些策略 那續任還要推動另外一個策略 因為有時序的安排 另外 全虛線 這個最小的虛線 例如目標一支 目標一支五 我們要建置數位資源平台 優化私培的教學系統 我們現在 第四年已經開始來做了 我們相信在年底 或是明年前半年就會有一定的跡象 好 那我們針對四雷西南海的這個願景 我們舉五個目標來說明 我們現有的績效 以及未來的規劃方向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目標之一 我們是針對師生多元專長的一個爭能 還有素養 化育能力的培養 在進而上任以後 積極去這三年爭取了一億五千萬 無論是持續的 在左邊 這些都是 清爾上任以後 新增去增加的 為什麼要去爭取這些計畫 就是讓我們老師 教學研究服務能力可以向你提升 再來呢 讓學生有實習的機會 有修練的機會 他的教學現場的能力會提升 那在另外的部分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們除了 擴大推動相關的工作方 提出相關的教案 政客 開設人 維分學長等等 這些 都是我們在這個任期 大家一起推動努力 在私培處理的大家努力 未來呢 未來我們在目標一之一 希望再強化的是 我們未來也會嚴厲獎勵 如果教師去爭取 私培的教學研究計畫 我們要提升他的量 另外我們會聘請 具有私培教學的 有一個實際經驗的 同學者 又要來提高我們師生的一個 相關的教學實務能量 另外我們會導入 永續發展素養來私培課程 讓我們私培生 也可以去教授小學生這樣的能力 在目標一之二的部分 還有多元專長學生的部分 還有創新特色 在我上年以後 增加這個加助英語自然的數量 以及資訊專長的數量 在112年我們新增 明蘭語領域的專長 提高校征的入群 另外還有相關 相關新增的相關課程 專長的課程 增設開設誘養也算於課程 等等 各位同學可以參與 那未來呢 我們在教授明蘭語的數量 我們希望再來提升 另外數位教學與 數位教材製作等等 我們都會再加強的來領域 那目標一之三的 雙語教學量能的提升 我三年以後 新增徵學 雙語私培計畫 開創雙語教學量 讓私培生這個專才 這個優點來發揮 另外新增很多教材之意 辦理相關的工作坊 研討會 以及雙語數位 學辦計畫等等 我們的公會生名額 在這三年都是往上走的 那我們的公會生 家住英語雙語的 都已經超過一半 也現在變成我們的亮點 讓學生的就業機會增加 那未來呢 我們會使用 國際雙語資源平台等等 來強化雙語教學能力 另外我們要跟中小學 做食物的鏈結 盛盡我們公民的社會責任 那在目標一之九的部分 是讓我們 沒有辦法在國內 有適當的就業機會的同學 能到國外去認價 我們由於明里四大洲 英華公民小學 我們的實習 三個月的實習 英語專班的同學去實習 表現非常 明里四大洲就給我們六個名額 讓我們的學生去那裡當專門老師 年紀大概七萬年紀 而且三年後就有 就有律卡 那這部分我們非常不利 另外教育實習輔導的工作 我們也強化 另外教學實務能力檢核 機制跟檢測系統 黑馬計畫 然後2.0的考中班 我們也新增 因此我們的教檢通過率 教增的入局預約大大提升 那未來呢 我們會跟海外相關的機構合作 那另外相關的夜市 我們也會來引進 那最後一個是目標一之十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三年 過去子民 我們的教檢的 實施教檢通過率 是高於全國率 已經大概十幾% 那我們今年 更上升 我們高達到86點多 87左右 那全國的通過率只有 11.60 那教增呢 教增我們過去每八個 教增入局的每八個學生 就有一個是我們國北教導畢業 那今年更突破 我們的入局率有404個 好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要怎麼努力的 我們會去把所有教育部 私培的相關資料部系統 分為三處的地方 我們會納進來我們IR系統 來協助我們訂立 推動相關的私培策略 希望我們在亞洲的私培大學 名品也能提升 那在第二個部分 專業化學創新學員的部分 我們用7的目標來做一下 現況 績效的說明跟我們未來的規劃 那首先是我們教師真能的部分 我們把原來的學分獎學金 六圈領改為 採中簡家族計算 另外我們建立的 相關工作網社群 我們校衛研究 還有相關真能 我們對每個老師 每年都有補助 另外補助數位課程的製作 數位課程的認證 還有補助教師專業學習設計 另外接續原有的 原有的相關活動制度 都去把它完善 那未來呢 我們希望導入ESD 我們教育去發展 相關的教學實踐的聯繫 跟專業社群等等 另外 強化教學系統的支持 這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每個老師都很痛 至少有一班老師很痛 因為我們要發展教學專業化 我們的教師超之終點 日夜合計 不能超過次 我們克服慣難 後來我們日夜合計 各不超次 另外就是說 我們修訂專教師的各類 減受時速 減低教學負擔 另外我們把相關的教學領域 跟教師領域的脫鉤 讓老師的教學品質可以提升 不要有相關的太大的壓力 相關的辦法或條件 要點我們也都去修訂 那未來我們會去再做一件事就是說 希望我們我個人 我會再去多募一些款 來爭取一些經費 來提升 我們教師教學的品質 另外 務卷導向的修訂 經濟 還有相關的研究計畫的爭取獎勵等等 那在充實軟硬體的部分 這個就要非常慎重的 跟各位同仁來做一個交流 我們過去 我們過去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各系所的 教學研究服務行政的發展 需要軟硬體 我們相跟系 或是鎖或是月 沒有辦法夥伴或是共有 那我一上任以後 繼續去募款 繼續去爭取經費 大概爭取的補助個系 1.2億 平均大概額外增加4千萬 那補助個系 來強化什麼呢 教學 設備 軟體設備 還有空間 以及執行相關教學計畫等等 建立特色研究中心 執行相關研究社會服務計畫 同時 我們跟個系 一起對經文不利的學生的安心助學 還有我們的全球獎學金 進來的鼓勵 我在199年6月的時候 就去募 還沒上台的時候 準備來支持這些學生 那這些我們都是一起來 來努力度過 各位可以從這些表就可以看到 我們是每個月 每個系 都是幫忙 都是一起來努力 只要有需要 我們都全力的來協助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以前資料也給各位 各位同仁 那我就不再增加那些時間 各位可以看一下 包括三個學生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要確保 我們不能苦惹我們的學生 我們不能苦惹我們的老師 如果有需要 我們一定去協助 但是我們會盡量不要用到校務基金 盡量是用募款的 或是爭取經費 像剛才影片的論文 我們自然性整動到了 也就是理學院的整動到 因為 因為地震等等的因素影響 哇 漏水啊 很嚴重 我們就馬上跟總工廠 還有校官大會去寫計畫 還有周青城主任 還有我們 自然性的多位老師 一起努力去爭取經費 本來 以學員跟我們一樣 希望補助的經費是上台30萬 我們最後去爭取一千張 來一起跟大家協助來推動 好 另外就是數位科技 我們在這個學期 成立的能工智慧產權 立法中心 未來 會針對各領域的應用 包括跟心理諮商 藝術 音樂 教育 閱讀 來結合 讓學生也能學習到這樣的機會 未來就業 創業 能順利的達成 另外普及全校的 用雙明化來學習 補習 補習跟計畫 這些 我上任了以後 自己 跟我們兒育系 還有教育中心的同仁 一起寫計畫 去爭取五年的一個計畫 大概五千 三千 一千五百萬 來強化師生 以及我們教職 職員的英文能力 讓我們的一個 國際化的一個環境 能做準備提升 那我們未來希望 打入ESP EGAP等等 我們要讓 同時我們甚至希望 職員 職員 教職員的 必要力度能力 提升 讓我們建構雙女 實施平台 那我們在數位課程的認證 我們已經補助了 文創型的課傳組 兩個數位這裡頭 另外 我們未來 在這學期 或是下學期 會成立數位媒體研發中心 我們再選取經費 讓我們的數位課程認證 以後的數位課程狀態 可以成立 那未來我們也可以加入 靜音 錄音 實驗室 數位課程教採 的發展等等 在整個 產業實務的部分 我們不論在 實驗發展診斷 讓我們跟諮詢 企業講座 直壓儲道講座 實… 產業實行 企業增長 那這些 我們要特別感謝 我們辛苦的 各位直壓導師 沒有你們的努力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特別要感謝 文創建研發處 以前的施培處 都一起來鼓勵 讓我們的學生的 就業率達到 96%以上 那未來我們會去 爭取相當的經費 提高實習 實習的一個比例等等 我們爭取更多的產業 我們特別要感謝文創企業 現在也去爭取了很多經費 來強化這一塊 那在產業趨勢研發基地的部分 我們用四個目標來看一下 那我上任以後 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 能夠往上前進 所以我們提高的獎勵的金額跟數量 我們以前獎勵 論文發表 一篇是兩萬塊 只能一年獎勵三篇 後來我們推用 一篇三萬塊可以到一篇 那這些努力 還有加上我們老師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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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茁壯 我們大概 我們發表的篇數 在Scopes跟WS這樣 我們已經超過了兩百塊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一個成果 也就是說 我們的研究 已經逐步 往這個正向的方向前進 另外我們在補助 修訂相關的法規 修訂彈性金資 相關專利製作 要不要叫的 學術研討位的相關補助 我們都獲到 同時我們依應師生的要求 我們論文比對的系統 不再是一年只有兩次 我們現在已經是 無限次的一個免費比對 那未來呢 再考量消費基金的充實 我個人一定會再去募還 來充實我們原來的各項補助 包括數量、金額 那在掌握社會發展趨勢的部分 我剛才已經強調過了 我們只有建構一個教學研究服務 上位一體的一個培育方式 才能讓老師跟學生 具備專業跨育的就業跟創業的能力 因此我上任以後三年來 跟各位同仁的一起努力 我們成立了七個特色研究中心 那這學期也會成立 數位免費中心跟企業有趣經營中心 讓學生有修練的機會 那我們希望我會再去募還 再去爭取經費 這個七個特色研究中心 都是我去爭取經費跟募還 來協助一起來推動 那我們希望後面的 樂器所的相關中心 也能持續的爭議 另外我們有人在講說 我們那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只有八個Percent 這樣非常少 但是我要跟各位同仁說明 我們雖然是在我們老師八個Percent 但是已經全國最高了 每個每人的建樹是全國一般公立大福之外 而且我們連續四年辦理這個基地學校計畫 當然北區基地學校 同時我們首創發行什麼 北區地址 基地電子報提升教育時間的計畫筆子 首次開放評選跟班教 所以施醫師已經對我們非常的 相關教育部的施醫師已經對我們非常的肯定 那後續我們會考量相關的經費 去爭取經費還有補助經費 來研議持續擴大獎勵 這個我可以承諾來做 那在政府機關爭取的部分要跟各位市長特別說明 我們之前有一些黑暗強調 說這個校長不會爭取計畫 那我們未來的細索發展怎麼辦呢 我要跟各位講請放心 我這三年代爭取補助計畫 這直接補助的有4.9億 爭取偽辦計畫3.9億 所以各位可以看這個表 也超過前期的 所以我們有充足的經費 可以來跟大家一起努力 另外我們未來希望繼續爭取計畫跟經費 來讓老師跟學生有修煉的機會 那在社會真相發展眾生 各位可以看一下 新聞上年以來首先推動一個計畫 守護教職員工生的身心靈健康 身心靈健康 那身體的健康我們等一下來講 心靈健康我去成立我們創新知系30年來 首創成立新建中心 同時成立方南心理智商所 除了負責我們全校教職員工生的 心理健康的支持 我們也負責了新北 桃園還有基隆 所有教師的心理智商跟心理智商 來善盡我們的大學社會責任 同時我們針對營進的大革命 只要經濟不利 文化不利 只要里長認可 確認可 我們免費等等 同時我們辦理相關的工作方 相關的研討會 人位 對社會的身心健康祝福最大的貢獻 那未來我們一定會 學校一定會跟信念中心 一起來努力破搭服務的層面 破搭橫向跟縱向的服務層面 那第二個健康社會發展的一個重鎮 就是我們北區藝文基地 就是我們北美館 我們過去辦了很多的大型的展覽 也獲得總統跟文化部 教育部的支持 同時我們也出版了相關的藝文作品 我們也是北區國高中的藝術基地 美感基地 我們小教的相關的社群等等 在這個基礎下 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我們要感謝北美館 郭伯伯作館長 我們現在正在社區藝術美感活動和教育 我們希望北市美術館 可以成為大安區 甚至台北市的 藝術心靈饗宴的後花園 來善盡我們的社會責任 同時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北市美術館當初可以蓋上去 因為某些藝術就不能蓋上去 我們後續 去我們承諾 要把它架高 個人各一承諾 六公尺六公尺 來增加我們的天長空間 以資源教學跟研究應用 另外就是月魯寫作中心 與壯性成立 辦理相關的活動 向你辦關的培訓 我們未來會協助一起來推動 讓它的影響層面 服務的層面可以更增加 再來就是 跟各位報告的是 教育室 因為我們老師的一個 共創象徵教育成長 促進的地方教育創新 在教育學院成立了一個 正向學習 正向學習 正向發展與社會情緒學習中心 來配合這樣做 我們過去有這麼多的社會責任的善進 同時我們也獲得遠見雜誌的肯定 所以未來我們會配合那個重心 一起來推動 偏鄉 戰利教師 偏鄉 兒童自我校園的提升 等一等 我們也要來善進我們 國內校園也是社會責任 另外就是他一個部分 我們過去的努力成果非常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澳洲駐台代表的中文 的華語是我們學校俏的 外交官專案等等 那今年也獲得到丟華的計畫 那未來我們會有擴大 擴大棒 讓我們過去華語的榮情 華語的績效榮情 再度的顯現 另外社區的服務 我們跟社區議長這些等等 未來我們會讓社區跟我們師生參與 讓他們瞭解我們推動永續發展 我們是一個任性的大學等等 來跟強化我們跟社區居民的一個關係的連結 那健康樂國校園 我們有這些目標來說明我們的績效 這個要特別特別跟各位老師 我在開場的時候有強調說 那慶兒這時候是期中考 我過去的承諾有沒有做到 我們過去承諾說 希望在短的時間 讓各位老師在教學研究服務 以及我們職員的行政方面 所有的制度法規 我們是把它優化 讓大家這幾方面的跡象可以往上前進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制度跟法規的優化部分 還有減受時速讓它更彈性 另外超終點的機制 另外評鑑學習社群 取得證照等相關補助 那提高相關的部分 另外職員老師的終點上限 以及我們調高導師費用 我們做導師都在賠錢 尤其是塑造班 日塑的也是一樣 我們每年要多付120萬 但是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這裡都是已經做 保障權益的部分 評鑑跟教學平衡脫鉤 論文評鑑申訴機制 以前論文比對 是沒有讓老師有申訴的機制 我一上任 在一學期 第一學期就做這些事 那另外就是 優化我們最近在升冷的機制 跟聽冷的機制 目的只有兩個 潛少能為的干預 還有保障教師的權利 好 這些也可以在各位看一下 我們面臨一個財務問題 我們在113年 我們公務人員跟我們老師 也又加了4% 我們的那個 學術的今天補助 也多了4% 那這個怎麼辦呢 我們在111年的時候 增加4% 這個4% 教育有幫我們出錢 但是我們113年 又加4% 又加4% 怎麼辦呢 教育沒有全部幫我們出錢 我們校務基金要出大概 五六百萬 那在111年的時候 我們的 約聘固同能 也有加4% 但是我們未來113年 約聘固同能 要不要加這個4%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做一下 投票來意向 如果大家 決定願意的話 我們從113年開始 又要校務基金 又要支付一千 大概兩百萬左右 包括原來的4% 原來呢 約聘固同能的4%等等 那另外我們增加大家的小確信 等等 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這些 我們都是立即趕上 特別最近 不曉得 各位同能 各位老師有沒有去 涼涼衣服啊 我們校信到了 我們也是以元往令 不要花到校務基金 請了個人去募盤 來讓大家有一些小確信 我們一起來在校信的時候 可以來一起來運動 另外就是獎勵的部分 各位可以參與一下 那這些資料都在校務 發展說明書裡面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只是要跟各位再報告一次 進而承諾的事情幾乎都做得好 只要是教職員工生意的事情 有什麼不公不義的 或者是我們有困難的 需要再經濟的 我們一定會繼續再努力 所以我們後續要研議三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 調教教師授獲技能指數 指導研究生可減授獲技能指數 調高指導研究生的指導分 以上其他請各位參與 這個是我們一起要來努力的 讓我們學校朝向真正具備 優質的大學 放下來努力 這個需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另外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110年是一個動盪困難的一年 我們在超偏一算3000萬的情況之下 這些 我們還在111年 決算的時候 贏於一千兩百萬 實際上我們是賺了大概七八千萬 但是因為我們折舊探體 所以就沒有算我們賺 所以我們效率基金 現在已經是16億多了 可憐我自己 但是慶而承諾不會去亂用 絕對不會去亂用這些錢 那這個可以 剛才已經講過了 去爭取了大概10億 10億八 八千萬左右 那另外在財務面的部分 我剛才也跟各位講了 我們要去開業 去結業 如果這局計劃不行 我們一定要去募款 這些募款 來 所以 慶而承諾 未來一定要去持續募款 很多企業家 有時候要撐捐款 我說那你現在趕快捐了 他說要等你當權不要再捐了 所以我就一直敢努力 拜託各位 我來共創人的永續 那在開園的部分 除了開園 我們還要去活化校長 那很幸福 在慶而上任之前 109年的4月 我有占組把我們的六塊校地 裡面的兩塊收走了 那我上任也要努力 剛才影片也有 去把我的副小對面 還有千球電習場 都爭取留用 現在也準備開發了 這個校地 那我們復興南部的校地 剛才影片也有看到 我們未來在114年的春天 就可以有大概600年 700年左右的 教學研究行政空間 重慶南部校地 我們也去督哥了 未來會有這些 包括全州的校地 每月簽訂 大概值50億 我們現在已經啟動 政策公告 將來也要做POT 我們也會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來使用 但是不花校地 另外我們的成功國宅的校地 我們也要努力來來建 來增加我們的教學研究空間 未來 要跟各位報告 北市美術館 明德樓 還有操場 下面的地下庭車廠 以及永建馬的架蓋 任務藝術學院後方的 一個圍起來 口字型的建築 另外 過樓間 那塊地 和平東部的街口校地 還有阿波羅廣廠 以及任務藝術學院 中庭 藍牌球場 要把它建成 今天 這個 我都已經規劃好了 而且 這是我們的強項 請相信我 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在社會面 教職員工生 我推動了教職員工生 身心理守護計畫 就是身體 所以我手撞了 手撞了 我們健康樂活運動課程 我希望 每個老師 每個資源 都是健康 可以樂活 那我們未來會爭取更多的機會 來協助推動 那我們 去爭取這些經費 我分成三塊 各位同仁 做一個報告 一塊 就是左邊的這些 經文不利學生 我每年都大概 用250萬到300萬 這都是我個人去募 來支持這些 經文不利學生的 安心助學 那右邊這一塊 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異色系 體育系 文創系 數位系 我們的精英培育 這是軍管的九秀教授 他指定的這四個系 我們補助了以後 有這麼多同學 獲得到獎勵 那他們的績效非常好 特尾斯基設計的同學 在學期間 得到 德國 鴻田跟埃子設計的大獎 同時也獲得 教育部的戰國策 設計大獎 那體育區就不用講了 最近 我們的 世大運 我們的 亞運 都有得獎 另外 社會面的照顧 各位如果還記得 我們的職員 同仁 疫情的時候 每個人要去涼亭 要派關涼亭 我一上任就覺得說 我要讓這個危險怎麼辦 我就跟 祖密亞 秘書講說 這不行不行 我們要先掃風險 降低他的風險 所以說 我就請專業導學 那這些錢花了又花很多錢怎麼辦 我們就把它再賺回來 同時我們幫了學生 另外這個我們未來會去更加的努力 那這些社會面的照顧 這個剛才前面已經有講過了 我們都一直成功來執行 這個我們還會再去努力 爭取經費跟校務基金 來演繹 剛才各位跟各位同門 報告的這三大項 這其實是有難度嘛 但是你會問我說 等一下問我說 校長你有沒有把握做到 校長你給我承諾 校長你給我承諾 我們四年前有同仁 在下面的時候 也問說 你可不可以承諾 那我那時候沒承諾 為什麼 那你要為等大人 我現在這三年先把它讓它 等大人以後 現在如果差不多了 我們或許有機會 也可以做得到 好 另外就是環境面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永續校園 我們學校是不是這樣 我們過去都沒有真正 有系統才在做 我上面以後 接受教育部的評比 我們去成立了 創新永續發展中心 結合校的中心 我們未來要出 永續報告書 各位 我們在110年 接受教育部的評鑑 在環境面下 特別要感謝自然系 因為這個部分 是自然系最多 還有醫生系 我們得到95.5分 是所有大學超高的 排在前面 那我們未來會強化石 我們要確保 比如說這間的空氣品質 廢棄物 各位喝的水 相關的環境交易 我們在能資源管理 我們過去的做什麼 這我們做得不錯 過去好 在能資源的管理 還有節能減碳部分 省水 我們也是得到95.5分 那未來還要需要做什麼 我們一定是要碳盤查 還有減碳 淨盈排碳 這個我們一定要快跟上 這是我們的社會整備 另外 我們安全衛生管理 各位看一下 分數非常低 沒有 這是全國都這樣 我們也是排在最前面 那我們有一點 他特別給我們獎勵 特別給我們期許 哪一點呢 他說我們投資 我們願意投資 我們的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處境 他說沒有看到一個學校這樣做 就是我推動了健康樂園的一個課程 另外在安全衛生的部分 我們未來對自然系的部分 我們未來協助這些工作 那當然要有些經費 我會去創作 那在災害防救的部分 我們也是得到非常高的分數 那未來我們要結合氣候變成 我們如果有一天啊 我們叫他突然淹大水 有沒有可能 就像陽明山突然下雪 那不可能啊 以前陽明山七七三那裡是下雪 後來再四幾年前有沒有下雪 真的下雪 哪一天我們叫他全部淹水 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把學校變成一個任性社區 任性學校 好 那在旁邊的行錯 這我們就不要再講 我們所有對電梯啊宿舍等等 特別重要的是 以後下一天啊 大家開車進出校園 就不會被遺爛了 也是這樣 通路要搖下來 就噴雨 把我們的車牌騙視系統 未來呢 未來我們要多震懾兩個 校齡的處理好 震懾停車空間 我們這個我也決定來努力 好 我們最後就講 我們的 整個創新特質的大學 這個我們的努力非常慢 所以我才自己 自己 自己 在1090 自己寫計畫書 去爭取英語 普及計畫 寫了七天七夜 我跟一個 耳音型的英文老師 老師啊 每天都寫到晚上12點 他先生也是教授 他說你到底在那邊誰講話 他說我跟校長啊 在討論計畫書的撰寫 那不可能啊 怎麼校長跟你在寫計畫書 確實是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希望 我們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學 為什麼 要有外籍生 外籍老師 我們的國際移動力 我們的國際競爭力 學生的國際視野 可以增強 那現在的做 一定來得起 所以我們要去建構 相關的 相關的一個國際環境 不論百億的設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延續之前 來經濟前面校 Burgary 還有法國的 相關自民大學 博士雙雲學位 這要感謝林志民主任的權力協助 讓我們外籍生人 學習跟照顧都可以達到 那 另外 我們再強化校園國際化 讓所有外籍生人方便 包括標示啊標5等等 讓他們跟他在家裡一樣 好 如果有機會 我們會 立即 盡快的來成立 國際學院 跟國際處 來為我們 國際化環境建構 來做準備 來努力 那另外我們會提供 金文不利的外籍學生的 助學金跟公圖金 這個要特別感謝林創新 跟東南亞 東南亞學成啊 他們也去爭取一些經費 所以來讓這些學生有公圖的機會 不用套到路面啊 去外面打工 到盤子 好 那在世界教育大學的聯盟 我要特別感謝教進器 徐曉信老師啊 的幫忙 在去年5月的時候啊 疫情正嚴重的時候 我們有獲得到 歐盟的Eraspens的 經費補助 我們一定要有人到 那個 威納威教育大學 沒有人敢去 沒有人敢去 不是啦 我不是不敢去 因為那時候非常嚴峻 學校需要的人 那我們拜託 徐曉信教授 去出席 把我們相關的教員 另外跟荷蘭的體育教員 那這些努力 我們未來也會來強化 另外 我們跟在各位同仁 以及各位師長的努力之下 我們獲得到 GEO學校獎 藝術教育貢獻 有史以來第一次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一個 一個能力 我上任非常重視藝文 所以我們當單音樂系 音樂系 我們三年就補助了一切 外籍教師的評論 相關媒體設施的支持 為什麼 就是要讓他們的 亮點特色建構出來 來讓我們的教育藝文 強化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我們相關的排名 我們期刊的排名等等 就是我們蕭月蘭同學 2023的代表隊 明冠雅育同學 四大五同學 以及簡陳青同學 得到第10名 孫玉堅同學 異色系的同學 另外就整個社會資源的貢獻 這個部分 我想請各位同仁來參與 那我們以前我們的國際排名都沒有 為什麼 是我們條件不夠嗎 不是 我們條件是夠 但是要去努力 再努力一下就有 所以我上任的時候 我們整個QS亞洲的排名 能進入500年 連續三年 我們的名次都是往上前進 那在2020年 我們QS Start排名 我們得到四顆星 其中教學就業設施包容性 獲得五顆星的兵品 我們未來 要參加QS的世界大學的排名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限制 我們非常感謝引發出 還有各個老師的幫忙 我們這次要再接受各位 我們將來要參加QS的世界排名 另外呢 我們在天下 USR大學共鳴一般中型的排名 2021年是第四年 另外台灣最佳大學大學 武法商 前三次強 我們從16年 11年 12年 特別是今年 在明建雜誌 有公布全國前三十強 我們裡面 人文社會科學 社科大學 前三十強的第三年 第一名是誰 師大 但現在大學第三年 我們是排第十三年 所以我們的努力 是獲得到的肯定 其他 我們不能在教學表現 產學而做 都已經排進得好 那我們希望 將未來佔亞洲跟世界 國內的大學排名 可以佔提高 這個有必要 請各位師長 一起來 我們一幫忙 最後 非常感謝各位師長 包括現場 現場 各位同仁 各位先進的聆聽 幸能在這裡 承諾 也請你們相信我 我會去再爭取更多的經費 跟募款金額 讓我們的校務基金 能更為壯大 讓未來的教職員工生 要追求永續發展的同時 沒有後果的自由 另外 我們要讓我們的財務實力更強 讓我們的本校永續發展可以達成 再盡量不用使用校務基金 開發校庭 我們剛才講的 那幾塊校庭 我們有六塊校庭 現在兩塊已經在開發了 正要開發了一塊 還有三塊還沒開發 如果要開發 我們要花一二十億 但是我有信心 我有一個能力 一定不會花到學校的錢 讓我們的教學研究空間增加了 那同時 我們一定要 更堅強更堅定的來保障 教職員工 升優質的權利跟福利 使本校能正正邁向去發展 成為一個教育 藝文與數理科技 掌勞的特色大學 謝謝各位 師長的聆聽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陳校長對於我們校務發展的說明 相信不管是線上的師長 或者是現場的師長 一定都心中都有很多問題 想要請教委員校長 現在我們就開放同仁們發問的時間 請大家掌握這個發問的時間 請問現場的老師有沒有要提出問題 都沒有嗎 大家都覺得相信 我們有時候會分面聊天 其他三個也會報告 但是剛剛內容很詳細很豐富 但是我印象好像沒有提到 少死化的情形 少死化對血藥會有衝擊 當然這不是我們學校 國內很多血藥都會受到衝擊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正向的 但是有可能不同科系 或是不同領域 也都會有少死化 然後我們怎麼樣來因應 因為這個好像今年異孤 好像出生率 出生人數好像會不到13萬 會越來越少 那是必會衝擊我們的生員 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也不斷各領域各處是 大家也都在思考 校長既然要連任 我想老師們也都會關心 所以我先提這個問題 來請教校長 謝謝 非常感謝公館長的提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也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淡江大學在去年 在前年還是去年 他們少了兩千多的學生 少了兩千多的學生 那一年就少了兩億 那准犯呢 他們馬上啟動 因為少死化的這個問題 馬上被動 細索正病 十億元已經欲缺不普了 十億元已經早就欲缺不普了 老師呢 也是一樣 老師現在退休都會宣佈了 好這樣的努力 還有相當措施的努力啊 結果今年少上百五十幾個 大概也上百多個 但文化大學沒有辦法 今年還是三千多個 那我這個問題啊 有到各系所座談的時候有談 那在這裡 我想不要讓大家害怕 因為 我在過五年就專修了 我不會碰到 但是不行喔 我一定會把這個問題 一起解決 我如果有序認 我一定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我舉個例 我們現在上次有停電 那外面的停電 都說是松鼠的啊 什麼咬的 社會各界都不相信 但是我們有一支大停電啊 真的是松鼠咬的 那這個危機 可能各位同仁不知道 所以以後要來當校長的人喔 真的要想一想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便電相關的系統 都已經二三十年了 就好像我們每動大活 都四五十年五六十年 這個的摺救摊疾等等 如果我們那些病電人 現在沒有換 未來會面臨一個什麼問題 就好像少死到問題 所以我現在馬上請總部處幫忙 趕快去評估出來 我如果全部要把電電系統換了 要多少錢 那我要不要說 好 好 校務基金就拿移植出來 給他改善 你更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跟總部長 不是現在的總部長 前面的總部長講說 你給我時間 我會去找補助大概七千萬 萬不得已我們處可以兩千萬 但是 我們前面只能一千多萬啊 一千五六百萬 我會先去爭取經驗 就好像科學館一樣 我們先做低企 其實我也可以不用做 為什麼 到我退休 也不是有我要去面對 但是我不會留給後面的 而且為的是我們全體的老師 少死化也是一個問題 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教師座談講過 未來會有研究所先討 我們有幾個研究所一定會出問題 你幾個啊 像新思系絕對不會出問題 他說絕對 痴心絕對嗎 才會有這首歌啊 不是 絕對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現在要二十位 就來四百位啊 所以正夯啊 但是會不會有一天 不行 有可能 但是我們有幾個 戲所的研究所一定會開始減少 大學部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方向 有一個大學部大概變四十幾個 你說怎麼可能 就一直屁股 沒有人要停啊 所以就會變成四十幾個 三十幾個 那有些大學部可能就更慘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所以有個戲的戲子 就跟我講 跑來跟我講說 叫什麼叫什麼 我覺得喔 我們交五十個學生很累 那與其我們已經預測未來會變四十個 不是我講的他來做 他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寄存十個 像台大今年寄存二十幾個給介護啊 連台大都這樣啊 我們怎麼辦 不要再想像美好的光景 這個一定會來臨的 他說那我十個寄存在學校 我說那怎麼辦呢 十八個戲所 只要大家寄十個 就一百八十個 一百八十個大概九百萬 一年我們要虧九百萬 少收九百萬 我們所有的赤籌經費啊 大概六億 有兩三億是靠這個學生的學費 那怎麼辦呢 剛好有人要大學 以前是沒有人要大學 現在或許有人要大學 所以我提的解方是 我們校內戲所的 不是整併啊 就是發展規劃調整 我們勢必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也可以慢慢來做 但是萬一萬一再過一兩年 我們還有一波 斷崖式的下降 馬上影響到了 那就馬上 校長呢 有一個戲 突然少二十六個人 結果那個戲 怎麼會打掉跟我講說 抱歉校長 我那個 轉學一定會補進來 但是轉學也 我就沒有講什麼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一起活力啊 他說我校長很好 連學校校長就痛罵 怎麼可以也少二十六個人 他們是少三十幾個 就媽媽媽 你看這是沒有辦法 因為軍標 錢標 那個定地送不到學生 所以他們隔年就馬上改善了 那這是想不改善 所以我們晚上所講的 少子化 個性 要去演藝 那你說那演藝怎麼辦 學校一定要支持 學校一定要支持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有位主任 不是 走了 為什麼走了 因為我們的監任教師 我們的四學分 日夜合計不超四學分 掐住了 所以他戲所教學化 整個化進行 為什麼 他看不出來課 所有的壽司班學生 跟老師反應說 你看不出來課 我們畢業不了 他們要開課的老師 沒有錢 就教的沒有錢的 他操縱點就不算錢的 還有呢 他們戲算要求說 那監任老師 監任老師 你給我多遍 那不行 不行 你的餘餘就是這樣 那這怎麼解決 也是一樣 我們跟十幾個戲所一起合作 每年監任老師的 那個增加的餘餘 我們還是來協助 所以我們這個教學的問題 就是重大的解決 這問題就被解決了 一樣 各戲所的特性不一樣 有的戲很強 有的所不一定很強 有的所很強 有的戲不強 像文法所 文法所現在已經獨立了 那怎麼辦呢 文法所會不會倒 也會啊 沒有人來考就倒了 那怎麼辦 所以文法所所謂老師 現在已經積極在準備 做什麼 數位課程 認證 那數位課程認證 要錢啊 一個人大概要七八萬 這錢哪裡啊 也是校長去找錢來支援 所以我們現在有八個老師 在做數位課程認證 在那個我們副校長 教育長的那樣努力之下 我們現在正在推動 課程所的權力協助 所以 第一個就是少子化 這問題非常嚴重 但是有的戲不會 短暫不會 我們都會 退休前都不會命令到 但是你先憂 你起人憂憂憂憂憂的那個 情懷啊 我非常感謝你 因為我們台灣所也要努力 到時候請各系所也要協助台灣組合 如果有需要考慮 大家一起來幫忙 那另外 學校招生 招生啊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 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品牌 的作業和信心要強化 才能吸引學生要來 還有學生來了 他能不能安心就學 我們要告訴他 學生來了 我們是保證他有救命 在十五年前 如果九十八年 我到北教大 第一次教室做堂 我就舉手 我說我們要保證學生啊 我們那時候要分配空間 那我們設法系 教育學 很多系都分道很少的空間 我說你明天應該多給你空間啊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保證學生啊 確定未來就業一定 一定可以就業 旁邊有個老師就跟我講說 你是誰啊 我們老師把書叫好 佔50%就好了 他的就業他要自行努力 我說不是 我們一定要讓學生 畢業就給就業 這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的學生 只要跟我做專題的 只要跟我做博士班的 我一定保證他有工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嚴格的在訓練 但是嚴格訓練 學校都沒有資源 教學啦 研究的空間啦 文藝設施 那怎麼呢 我們有那個工具 去把它訓練好呢 沒有辦法 所以再來就是 我們學校要有權力支援 譬如說 各位要轉型 各系所要轉型 需要監揮 我們一定要支持 但是就是說 那東東到消磨技術怎麼辦 就把它花下去嘛 譬如說我們大家有小缺席 我們那個服裝啊 有人就說 那你就用消磨基金啊 我不行啊 為什麼 那個 保命潛制要 未來要用的 只要我們差一棟 就要三億四億 只要差一棟 科學院 教育部是來建議說 他有明示很久 他就拆掉了 我們哪有一個辦法 我們的財務能力真的不行 我們的自從經費能力真的 要更加有力 那不曉得館長這樣 就是我們個性一定要 把這個問題看作是一個問題 努力來解決 那學校要學校來幫忙 學校來配合 來民進權力的協助 好 好 好 那謝謝翁館長的問題 和校長的回答 好 那我提供另一個方案 有沒有 我看這裡有很多年齊老師 大家一起努力 來解決少子話的問題 哈哈 哈哈 好 好 好 那請問 在線上或這個現場的司長有沒有其他問題要請教校長 欸也是館長 還是館長 請 我想 第一個 我想首先要非常謝謝校長 他們提出了很多具體的一個方案 那你會看到校長這幾年來的一個努力 跟對女士未來的一個美化 我剛剛聽了 覺得好像還可以 有一個內跟話以後 怎麼樣 小小的一個建議 供校長來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建議 就是 希望 對於這個校園的美化 是不是可以 那再發一點心思 就是 所謂的校園的美化 就是 是不是可以請上來 去盤點 學校的 一些 一些角落 看看怎麼樣 這樣 這個 校園可以更美 那我覺得 第一個注意 就是 因為有學校 我發現到 其實很美 可是 怎麼更美 怎麼讓它更美 那我是覺得說 第一個 就是看到 我就覺得說 看到我們學校 有蠻多的寬恕 尤其我們的校園 枯掉了 那我覺得那個枯樹 如果就一個洋展學的觀點來看 家裡不應該有枯樹 那 對一個學校來講 學校不應該有枯樹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把 如果是校園已經枯掉了 真的沒有辦法 就活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那個枯樹可以 讓他再 找那個校園來捐 我們再種 百年之後 我們再種一棵校樹 百年之後 他還是變成我們的校樹 一樣的道理 那也是一個勇氣的一個概念 那去解釋說 學校裡面有哪些是枯樹 我們是可以把它種起來 這是第一個 就是內 那第二個想到的是外 那外我想可能 蠻多的老師已經不再去思考 之前我們曾經很努力過 要跟台大談合併的這個議題 好像已經慢慢的這個聲音沒有了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就一個勇氣的一個機靈來看 我們看到清華跟俗教大 或者是花師跟 花師跟東華大學的一個整定 我想都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但是我們已經跟台大努力了二三十年了 那是不是可以重啟跟 重啟跟台大合併的一個可能 那我想 一個內一個外 我想 就是剛剛突然想到 是不是可以 在校園校長一個序任的 一個發展的一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可以就這兩個面向再思考一下 謝謝 非常感謝館長 這位是郭館長 這位是郭館長 那對學校的付出跟貢獻非常多 特別是郭館長 曾經當過戲所主任 還有能力院的院長 以及現在賠美館的館長 他在藝術領域是登峰造集 如果大家去跟館長熟人一點 他那個畫衣服 一裁都是幾十萬 可以請他畫一個畫送的 看一下 非常感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剛才時間的關係 我特別沒有講 我在四年前的證件就已經有講了 剛才所講的那個都是我四年前就提出來了 四年前的證件發表 我放了八十四頁 相當的候選人就是業數比較少 那有一天啊 有一個老師 跑來跟我講說 人家說要把那個明德樓蓋下去 還有地下停車場挖下去 想來做3D投鈴3D什麼什麼 那你完蛋了怎麼辦 那是我的證件 你去看第幾頁 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出來選校長的時候 我就已經做全體的規劃 那特別是這個 剛才那個館長知道 我們學校從頭看到公民就到了 那我們先天不足怎麼辦 我們怎麼做到小而美呢 你去看美國的學校 歐洲的學校 進去啊 就是非常漂亮 那我們學校有沒有漂亮的地方 那你說那你怎麼都不做 不瞞各位啊 現在有直播啊 因為齁 有一些其他的事齁 就一直牽繁著我啊 我是其他這些事牽繁 還跟各位一起努力有這樣的跡象 如果沒有那些事情的牽繁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 這個是很簡單 不用花很多很多錢 如果要花錢 我可以去募款 而且現在那個館長 還有1000萬在那裡 另外還有一個2000萬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在這裡 像我們那天去吃飯 本來說不要再募款了 那我們的好朋友 就又捐一百萬 又給我們弱勢 進入我們朋友同學 那這個可以做得到 這是郭館長講的 我現在也可以承諾 郭長 我們要一起來推動 這個一定可以做的 我們的歷史美感景觀南大 還有藝術文創景觀南大 一個是從阿波羅 阿波羅那個館長 廣場 再到哪裡 那我們的地下 地下美術館啊 我們一個航空 那個防空洞 那個有媒體來專訪過的 我們那個館長來上電視 再到哪裡 再到台灣所 再到哪裡 我們的那個警衛庭 我們那塊地沒有先蓋 如果我們那時候當校長 就已經先蓋 但是我們那個警衛庭 現在被公告為歷史節目 都不能動 所以清華大學蓋動到 融入了歷史節目 那我們怎麼來的 我們沃龍街口內塊地啊 那我完整怎麼蓋 然後現在有那個不能蓋 所以 包括沃龍的事情 這個就可以變成一個歷史美感 美感的景觀南大 藝術文創景觀南大 在哪裡 我們景象狗又偏 土星樓跟賠美館 賠美館 賠美館 如果稍加努力一下 包括 拜託館長去墓一下 你可能也不能用墓了 我會去找錢 相關的藝術作品啊 放在那裡 從那裡走走走走到哪裡 走到櫻花廣 櫻花廣 櫻花廣旁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建築 就是以前北施 施裝 但 琴法 各位可以去看我以前的政見 我已經請人設計了 會在那裡設一個地標 都圖動畫 在接軌哪裡呢 接軌我們的大禮堂 藝術文創景觀南大 好 到那裡稍微停一下 再走走走走走走 圖書館那裡要路 到哪裡 到 排球 南排球場旁邊 那裡有一個小的 小的樹林南大 那只要再點綴 所以努力一下我們館長 在哪裡 到哪裡 再到 藝術學院 跟那個 學生宿舍 中間那個南大 甚至到 藝術館旁邊那裡 就變成我們的 藝術文創 藝術文創景觀南大 這個我都規劃好了 所以我 上任的這三年 都是做比較大的 這個就沒有去努力 這是我的責任 因為資源的限制 資源的稀少性 有排他性 但是這個不用花很多錢 但是我要藝術家來幫忙 所以我在這裡公開的 請托我們郭館長 如果我們真的要來做 大家是不是贊成 請郭館長 跟學校一起來努力 相關的經費 沒有關係 相關的經費我們去 我會去操作 這個一起來努力 希望讓我們小阿民的學校 有幾關藝術 有幾關歷史 把它建構起來 以後人家要來結婚 說比較大 我要去那裡打卡 那我們就成功了 另外那個 台大的合併 這個直播實在是不能講 如果是一樣 我去各系都有講的 也去異色系 已經有講了 或許如果 那時候我當校長 就有可能就合併了 但是時過境遷 那台大管校長 也正式的回國給我們 說沒有辦法 那我們只好自己努力啊 我們要做小阿民的大學 那關於館長的建議 我會去努力 如果我選上序任以後 我們會 因為我們本來有 合作的那個相關會議 那因為某種 我們學習主就先停了 但是我們的休課等等 相關的合作還是有 那我會再 跟陳文昌校長 拜託一下 我們再來談談看 是不是有那樣的可能 這個我一定會去 我會去做 那到時候 往什麼樣方向前進 不知道 因為也不是 陳校長會決定 也不是我會決定 但是我會去努力 因為很多人也希望 跟台大合併 但是 這個 外在的環境 也不是 我們可以 去左右的 這個都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承諾 我如果訓認 我會在這方面努力 拜託副校長 要努力 我也親自會去努力 謝謝 好 那謝謝郭館長的問題 跟校長的說明 好 請問現場 和現場的師長 有沒有其他問題 要請教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數三聲喔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 謝謝 這個師長們的參與 不過校長 我現在還有最後要做個轉結 我只是要再次的 感謝各位現場 及現場的師長 跟同仁們 各位先進 四年前的下進 我們都做到了 我們希望 有那個機會 跟有那個條件 再跟大家攜手 往永續的方向來前進 讓我們國美教大明 真正永續發展 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 每個集合 請教есс 謝謝現場老師 跟現場老師的參與 謝謝 歡迎 請教授 請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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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